雖然疫情緩和 但餐廳內用的規定 還是很嚴格 臺東縣政府十四號 傍晚舉辦了南迴藝術季開幕活動 安排戶外用餐 人數有一百人 大家坐在一起吃東西 沒有隔板 沒有梅花座 就被外界批評 政府帶頭不遵守防疫規定 臺東縣衛生局調查之後 依照傳染病防治法 對承籃的廠商 開罰三十萬元 十四號傍晚 臺東縣政府在大五鄉 滨海公園舉辦南迴藝術季開幕活動 主辦單位依中央防疫指引 只邀請一百人參加 活動結束後 安排來賓在戶外用餐 自己夾菜 大家並肩坐在一起 開心享用自助餐 這樣的場景 讓餐廳業者看得很心酸 因為防疫期間 嚴格規定餐廳和夜市內用 必須採梅花座 或是設置隔板 不但花錢添購設備 還縮減人流 減少營業收入 但政府的活動卻沒做到 主辦單位台東縣政府 文化處十八號出面道歉 表示當天沒有好好 要求承染活動的廠商 依防疫規定辦理 會負起責任 台東縣衛生局調查 活動確實違反了防疫規定 依傳染病防治法 對承染廠商開罰三十萬元 這個隔板還有座位的 這個密度過密的部分 是我們當時考量不周 所以造成今天這樣 違反防疫規定的狀況 在這邊也是跟大家說 真抱歉 經過我們釐清調查之後 發現文化處委託的業者 他並未依照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 防疫相關規定 做好整個防疫的動線規劃 承辦廠商也承認有疏失 不過外界對這起事件 還是很不能諒解 由於台東縣已經69天 零確診 現在觀光客又湧入 只要有一個小細節不注意 防疫就會破功 希望縣政府自己能帶頭做好 記者張明哲台東報導